沒有人力高! 大家好,我是Eason 首先呢,針對上一部影片 80%玩家容易走路的裝備誤區 裡面有關於真實傷害判定的部分有誤 這邊要跟大家說聲抱歉 真實傷害他的判定呢 他只吃鎮法裡面的瘋石鎮 全體武將造成的所有結果傷害提升6% 真實傷害只吃這個 還有他只吃神兵裡面的核式幣 為什麼我會那麼推五星核式幣 核式幣他敵方全體武將造成的所有傷害結果降低20% 也就是說你核式幣放下去你整體減傷20% 再來受到我方武將攻擊時 傷害的20%連結到敵方全體 也就是說假設你今天傷害打出去 敵方有6隻你的傷害是乘以120% 加本身的100%攻擊力你的接過傷害就會變成220% 那很多玩家就又會說 欸?核式幣那麼貴 一個要10800轉 我買不起啊 但是你想想 你從開始玩遊戲到現在 你到底拉了多少 所謂的神兵 你的葫蘆阿扇子斧頭 是不是已經買了好幾個 那些錢存下來去換一個核式幣 難道性價比沒有比較高嗎? 其實公、葫蘆、膳日、斧頭那些神兵 你玩得越久 神兵碎片所有的資源早晚會溢出喔 在過三個月半年之後 那些神兵碎片都只能拿來餵養神木之類的 完全都沒有用 也就是說你現在把資源投資在其他的神兵 到最後都是溢出的 那除了你要拿實裝去沖一把補雙弓 去讓自己變更強之外 假設性已經令你的弓已經傷火了 其實你就沒有太多必要再去買其他的神兵 那都是浪費換血的 那核式幣也沒有必要去培養到五雙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他五星 敵方全體造成的結果傷害造成下降20% 並且要他的20%傷害連接到敵方全體 我們主要是要他的這個技能而已 你升到UR之後 只是多了敵方全體的怒氣抗性跟異常抗性降低25% 你多花了8萬、10萬換星去換這個效果 其實很不划算 這個8萬、10萬換星你拿去投資在降魂路上面會更好 所以我們應該要如何去接手換星投資在必要的資源上面呢? 首先你的換星必須投資在不會溢出資源上面 什麼叫不會溢出資源,就是所謂的核式幣 你無論玩再久,你沒有去買的話 你的核式幣永遠就是沒有啊 你不去拉,永遠不可獲得核式幣嘛 就算是活動你要花大量的換星 或是大量的台幣才會獲得 這個就是所謂的必要資源 再來 降魂路 降魂路這種東西 即使到你的戰力100億也不見得點的滿 這種東西都是不會溢出的資源 所以我們應該如何去節省換星呢? 我這邊幫大家整理了一些資訊 你每日包子可以不用買到6次 因為第5次跟第6次相差了150換星 甚至你只買4次也是可以喔 因為當玩家等級超過95級之後 其實你的等級壓制跟你的戰力不會相差太多 這是大家可以節省的部分 至於精力適合 現階段大家的戰魂 基本上都還差很多 這個可以買滿 批捲可以買 因為你要拉之後的武將 這個是一定要囤的 武將招募券 如果你第一期實裝已經拿到了 基本上就不用去拉喔 透過每日任務跟其他的活動 管道 去做填補就好 這個不需要拉 三顧毛鱸捲看個人 你換星足夠的話 可以考慮要不要拉 這個是搖擺位 可拉可不拉 武雙降魂令 基本上我會建議 至少你的總數要拉到大概60個上下 你就可以稍微緩一緩了 因為基本上前三張開啟一個滿技能就是10個 60個等於是前三張技能全部開滿 那你可以捨去一些不必要技能去點第四張 所以你只要拉到60個之後就可以換一換 無雙陣法時 除非你是像我們這種前段版 你的陣法那些升得很快 不然其實這個拉曲的速度也不需要太快 你每週依照你的陣法進度去做適當的拉曲就好 隨機SSR降魂這個必拉 因為降魂坑填不滿 我有說過 好感度離合可以不拉 跳過 武將覺醒時 如果你已經有一隊武火 基本上可以考慮放慢腳步 因為你繼續投資在武將覺醒時 也只是為了天下會舞的隊伍去做生活的一個動作而已 那與其投資在武將覺醒時 不如投資在核式幣 你的性價比會高很多 最後就是無雙換零食 如果你今天已經有一把神兵上三火了 基本上無雙換零食可以放換一定 這個都是不急的東西 因為早晚都是會買 無雙裂鑽石 這個部分大台專用嘛 基本上中小科玩家甚至武客 這個東西你是完全用不到的 痛苦端造時每個禮拜必拉嘛 這個也是無庸置疑的 再來每日任務 煙骨劍中 神秘商人這邊只建議去拿取中級雲鐵 就是所謂的升級石 那中小科玩家一個禮拜 頂多就是拿個三次去拿換五段造卷 剩下的部分都不建議去購買 接下來是臨寵之虛 如果你有開到這種寶箱 基本上我會建議你嘟嘟運氣吧 畢竟現在他給的碎片最實用的只有付出嘛 看他給你什麼獎勵 再決定要不要繼續抽取 基本上每天點一次免費 最多再點一次兩百換新 就已經很夠了 又或者是你走到神秘商店 像龍巷碎片啊 九尾碎片這些 我都不太建議拉取 因為現今的三隻零從裡面 使用性最高的只有付出 九尾也是搖擺 可抽可不抽 看你自己 那比翼是完全不建議購買的 至於零從單的部分 其實到最後零從等級也都是異出喔 這個也是可以不用買的 再來名將歷練的部分 所有玩家 不管你是什麼客人 每天都必須要抽好抽滿 那我這幾天實測發現 你給兔子代抽 會比你手動在那邊抽 未來的歐洲許多 可能是我太非洲了吧 這是我這幾天實測下來的心得 那像每天的公會拍賣啊 華龍舟 或是亂世民將那些拍賣 其實我會建議你購買的 只有將毀 跟核式幣 包含無雙麗 我只建議你購買這三樣東西 剩下的那些武將 或者是醜斷 基本上那些東西 早晚都沒有人搶 所以不建議這麼早去投資在那邊 以上就是我為大家整理 如何去節省歡心 投資在必要資源上面 希望這集影片給大家有些幫助 影片最後送給大家一段 我在打天下會務時 用呂布 只因為插了核式幣 讓呂布變成戰神的精彩片段 在陸續上來 請用呂布 來自分裂 請用呂布 再次插給大家 還要去 還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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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